吃饭了快出来 鸡妈妈开始叫她的仔出来了 出来吃饭 踹了一脚自己的仔 鸡妈妈是不吃的 她是叫她的仔吃 把这个小鸡饲料啄碎了 然后叫小鸡过来吃 她自己是不会吞进去的 这只小鸡直接跳到我的手上来吃了 撒到这块板上面 这六只小鸡有两只是有一点杂毛的 像这一只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有一点棕色的羽毛 还有这一只 好像带了一个棕色的面具一样 以后长大了 应该就是类似于金芦花的那种毛色 鸡鸡 小鸡好像不是很饿的样子 这些小鸡不是很怕人 因为经常抓它 可以看得出来这只是公鸡还是母鸡吗 这么小的小鸡我是看不出来公母的 我要等到它长翅膀出来了 然后才能根据翅膀的长度 然后来判断它的公母 一直抓你 鸡鸡 手感好好啊 这种毛茸茸的小鸡 鸡妈妈也是随便我摸它的仔的 鸡鸡 摸它也行 你看 我摸着它 它也照样吃 鸡鸡 鸡鸡 这只鸡妈妈脾气真的好好哦 比兔头小黑鸡的脾气还要好 因为兔头小黑鸡 我摸它的话 它还是会跑的 虽然它一直会跟在我屁股后面 找我要吃的 但是当我真的上手摸它的时候 它真的是会跑的 但是这只鸡妈妈不会 好乖哦 啊 我不打扰你了 快吃吧 现在小鸡的饭量还是很小的 吃一点就饱了 大部分还是这只母鸡 到最后会吃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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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